胡瑞儿遭求偿千万钱东家怒批红了就跑 乐团underlower成员胡瑞儿与蛇姬林采提今年结婚 上月写霍林儿但夫妻俩却官司不断 林采提因前年与胡瑞儿一起吸大麻 日前遭法院判陪经纪公司胜俊娱乐45万元 而涉性亲暗的胡瑞儿也因善于经纪公司东升唱片借约 与另一成员杨林各遭求偿 一千万元台北地院金开调解亭 胡瑞儿与杨林却双双屈席调解破裂 东升唱片代表知名音乐制作人徐佳良 痛批胡瑞儿没成一切红了就跑 东升唱片向安德尔劳儿求偿2000万元案原定6月11日宣判 但安德尔劳儿便称东升列举的11场司街活动需要举证 全案因此在开辩论7月19日在开庭 法官并安排今天协商还欲请当事人亲自出席 然而今天出席调解的当事人只有东升唱片代表知名音乐制作人徐佳良 胡瑞儿与杨林均未到协商短短15分钟就结束 停后东升律师透露 胡瑞儿杨林拒不出席支委派律师前来 显示他们根本缺乏和解诚意 今天的协商业并未谈到任何具体内容 东升方面卫视诚意已经表示愿意把2000万元球场金额打折降低 但安德尔劳儿方面根本不提出他们可以接受的具体金额条件 徐佳良则透露 安德尔劳儿原本与东升千八年经济约 但吃青玫瑰花一驱大烘后他们觉得自己红了 经济约之走了一年就违约落跑 在法庭上便称了所谓不满东升善脉 一见钟情啾啾啾二首歌且没有给创作者杨林板税 其实根本是莫须有的理由 所以现在安德尔劳儿已经放弃这个主张 安德尔劳儿之前开庭指出 他们原本从属混血儿娱乐工作室 但混血儿旗下已有夯团911等九个嘻哈团体 且都以台中卫据点无力在经营驻台北的安德尔劳儿 因此2015年帮安德尔劳儿谈好条件语 东升千金纪约 然而安德尔劳儿在2016年8月指控 东升擅自将杨林所写的一见钟情啾啾啾 二首歌授权给女星鸡排妹演唱 又不给板税 他们愤而与东升片面戒约 东升方面则反控 安德尔劳儿与东升原本千八年经纪约 约定安德尔劳儿应在合约期间录制八张专辑 创作八十首歌曲 安德尔劳儿却指出了一张专辑就落跑 违约情势明确应给付惩罚性违约金 另外安德尔劳儿最红的痴情玫瑰花 M1由东升出资拍摄YouTube上一亿多点月的收益 也因归属东升